日本共同社引述了多名中日关系消息人士在27号透露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将会在本月底访问日本 与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等会谈 访问的计划已经进入了最后协调阶段 报道引述了中日关系消息人士透露 李小林正在以3月31号到4月5号的日程为主进行讨论 除了福田之外还计划与前首相揪山游济夫 公民党的代表山口纳京南等会谈 还希望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会晤 报道至有分析认为李小林此行表面上是参加文化活动 实际上是为了探索与日本改善关系的突破口 是将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的想法传递给日方的密室 不过因为钓鱼岛问题而恶化的中日关系目前仍不稳定 前国务委员唐嘉玄在本月下旬访日的行程突然延期等先例在前 尚不能断言林小林能否成行